上热下寒多是脾胃太虚了 一招贱脾胃通气机 让你身体寒热均匀 有一种上热下寒 其实就是因为脾胃太虚而引起的 这种上热下寒的人 舌头伸出来 舌苔通常是比较厚腻的 两边还多有齿痕 因为脾胃虚厚 运化功能出现障碍 体内就容易生成弹尸 而痰是会阻碍气机运行 导致中焦不通 胃气不降 不能带动心火往下走 脾气不生 不能带动渗水往上走 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水火不焦 上热下寒的情况 那上热自然是心火望后出现的一系列失眠 心烦 上火 口舌 声窗等情况 而下寒主要就是腰 小腹 两条腿发凉 冬天暖不热等症状 不过因为每种上热下寒的人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我们没法依靠这些症状来判断自己是脾胃虚弱引起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症状才是重点 中医认为 痰氏味阴邪会阻碍阳气生成 所以痰氏的存在势必会影响脾阳 加上脾胃本身就处于虚弱的状态 所以这种上热下寒的人还会出现明显的肚脐之位发凉 不敢吃凉东西 脾胃不好 消化不凉 容易窜息 或者是长期的大便吸糖等情况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想要调理就需要见脾胃化痰湿 清上温下 同时肩带用一些疏干理气的药来帮助疏通中胶气肌 那医圣张仲景有一张方子叫半下泄心汤 可以疏通脾胃中胶气肌 同时化痰散结 调寒热的 我们就可以以这张方子为基础 然后配上一些清上温下 引火下行疏干理气的药 效果就比较好 那因为今天分享的主要是条理思路 所以具体方子不多做介绍 好奇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 但提醒大家 具体条理需要以自身情况为准 如果你拿不准自身情况 最好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自己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